蓝湛十岁之位,欲罢不能之际,听到魏英的话有些吃惊,节奏陡然稍缓,哑声问道,什么模样?就我跟你说过的,韩光君,啊。 魏英后面的话被蓝湛的一击踏伐,撞成了一声长吟,蓝湛浅谋忧声,俯身吻着他的耳垂,不悦的声音在他耳盘响起,不许提别人,什么别,别人啊,他不是别人,无。 魏英还想再说什么,却被忽然落下来的稳劲鼠吞没,意识到蓝湛突然这般是为了什么后,魏英唇角微弯,哼记着将人矫紧,如愿听到了蓝湛的一声闷哼,两人一道在这浅浅又绵长的颠簸里喘息着,站立着,沉沦着,大嫌曹操,小嫌怯,窗外急风骤雨,屋内窃窃私语,一场酣畅淋漓过后, 蓝湛细心为魏英做了清理,然后厌阻地拥着他在宠上重新躺下,两人细语呢喃,无尽甜蜜,昏黄的床头灯,映着魏英飞红的脸颊,他俊秀地眉眼透着一股清洁的风情,蓝湛凝着他,眸光越发温柔,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小玫瑰终于是他的了,无论是心,还是身,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们分开, 蓝湛细了好几天的心慢慢放下了,蓝湛,你真不想听我把话说完啊,魏英往蓝湛怀里挪了挪,汲取他的温暖,唇边琴着一抹坏笑,不想,蓝湛傲得沉下脸,果断拒绝,揽着魏英腰身的手部绝佳了力道,他这股别扭劲仿佛在说, 我是我,独一无二的我,梦中情人又如何,我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你是我的了, 魏英倾笑出声,脸贴着蓝湛的胸膛嘀咕道,好吧,你念你的阿弥陀佛,我叹我的哈利路亚,撤平了,你说什么? 蓝湛一边将他额前凌乱的刘海腐顺,一边问道,魏英抬头着吻了一下他的脸颊,笑道,没什么? 我说我的二哥哥,是我顶礼膜拜的神,魏英调皮的心想,哼,你有魏英,我有韩光君,既然你不想听,我也不告诉你,我梦里的韩光君就是你的模样了,你就好生醋着吧,咱俩扯平了。 自从那天白天在一篮小桌二楼阳台上睡梦中,见过韩光君之后,魏英就再也没梦到过他,魏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无从研究。 但有一件事让他感到特别高兴,他所画的那幅韩光君已躺在树上的画,简幅颇为赏识,稍加指导后,让他重新仔细认真地再画一幅,准备推荐他去参加美国绘画艺术公开赛。 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神,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俯视人间的时候,蓝湛忍不住问出了两人泡澡前就想问的问题。 这几天,你去哪里了? 这几天啊,魏英犹豫了,不知该不该说出简腹的病情,毕竟那是别人隐私。 这几天,简腹轻躁狂发作,这是双香情感障碍的一个时效,会情绪高涨。 睡眠减少,自我感觉良好。 一直想绘画创作,他希望魏英和他一起。 魏英自己也刚好要加班出设计稿,便同意到他家两人一起工作。 等他去睡觉后,才回到自己租住的房子里,和我的老师在一起工作。 想了十几秒,魏英简短地回到,他不会欺骗蓝湛,而且他也不认为蓝湛会吃减腹的醋。 可是,蓝湛恰好醋意难平,尽管他知道魏英的心在他身上。 他望了一声,表示自己知道了,便不再说话。 哎呀,我的笔记本,一提到工作,魏英终于响起,他那已经失身了的笔记本电脑,一下掀开被子,从床上蹦了下来,开始在房间里四处寻找他的双肩包。 他只穿着一件开身睡衣,身下魏朝村,绿,落,这一双修长光洁的腿踩在地板上,瞧,臀随着他的,一斤白洞时已实现。 这画面太有视觉冲击力,也怕他着凉,蓝湛忙跟着气身,从衣柜里取出一件睡袍为他披上。 魏英甚至忘记了身上的三杖杆,在书桌上找到他的双肩包后,慌乱地摸着,发现从里到外,没有一寸是干的。 拿起电脑,竟然还在滴水,他的心凉了,哭丧着脸说道,蓝湛,都怪你,我的笔记本费了,你赔我。 因为要还债,魏英一直省吃俭用,背包拉链坏了也舍不得换全新的,只拿去维修。 为了做设计,这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是他从一个学长那里买来的,也花了两千多元,若要再买一台,着实让他太心疼了。 唯一庆幸的是,他有随手备份文件资料的习惯。 蓝湛求之不得,从身后搂着人,下巴隔在他的肩膀上,认真回道,好,我赔,明天去买。 魏英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刺激刚刚说了什么,抿了抿唇。 手肘往后轻轻捅了一下蓝湛的腹部,称道,你赔得起吗? 我也失身失身了,你拿什么陪我?一辈子,生生世世。 蓝湛说得严肃又虔诚,魏英被哄得开心,转过身,双手揪着蓝湛的衣领,将他拉进自己,瞪着双眼装作狠凶地问,你怎么情话张口就来? 我怀疑你之前谈过恋爱了,你是第一个,也会是最后一个。 你,闭嘴,花言巧语,糖衣炮弹,魏英快招架不住了,放开蓝湛,脱下睡袍,急急躲回床上去。 他陷入被子里,脸有点热,无声而欣慰地笑着,笑得眼里泛起了些许泪花。 第二天起床洗漱后,蓝湛和魏英一起来到餐厅吃早餐,魏英眉目镌刻着柔和笑意,眸光清亮,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有如春日般明媚的光芒。 正在网桌上摆菜品的张仪,抬头看到他这副模样,笑得意味深长,问道,无限,好几天没看到你了,最近有什么喜事吗? 我看你嘴角都要咧上天了,魏英赶紧闭上嘴,快速地瞥了一眼蓝湛,在桌旁坐下,回道,张仪,你爱开我玩笑,我能有什么喜事? 张仪递给他一双筷子,你别骗我,我啊,看人很准的,你瞒不过我,快说说,也让二少爷,我跟着你一起高兴高兴。 坐在魏英对面的蓝叶,小眼睛一直盯着他衬衫衣领处露出的脖子看,插话道,魏哥哥,你的脖子怎么了? 对面的蓝叶和蓝叶在里面的蓝叶酷里面的蓝叶像组织就像我们的蓝叶巾